聯合國在六號的時候 為了宣布 為了應對氣候變遷 將會提出新的方法 來監測溫室氣體 世界氣氧組織也提出新的 溫室氣體監測基礎設施 標準化測量 並且即時追蹤 希望能夠解決全球暖化 和極端氣候的危機 不過現在正值酷暑的澳洲 第一大城雪梨 正在遭逢熱浪的襲擊 氣溫是標迫設施四十度 創下兩年來最熱紀錄 這名景點邦迪海灘擠滿人潮 許多民眾前來玩水避暑 澳洲第一大城雪梨 六號下午氣溫飆迫 攝氏四十度 創下兩年來最熱紀錄 有遊客頭一次造訪雪梨 就碰上超過攝氏四十度高溫 熱到大喊吃不消 雪梨所在的西南威爾斯省 全面實施禁火令 來避免發生森林大火 還有三十五所公立學校 因為天氣炎熱暫時關閉 氣氧局警告 當地可能出現雷暴和閃電 引發火災 預估這樣炎熱的天氣 可能會持續到八號 近年來全球面臨極端氣候 與全球暖化危機 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 屢創新高 二零五年簽署的 巴黎氣候協定 要將全球暖化升溫幅度 控制在攝氏兩度範圍內 聯合國旗下的世界氣象組織 指出 要達成目標 需要更強有力的科學基礎 六號宣布將對溫室氣體 標準化並及時追蹤 三大溫室氣體分別是二氧化碳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氣候暖化約百分之六十六 是由二氧化碳造成 世界氣象組織的新平臺 將整合太空和地表的觀測系統 並尋求釐清溫室氣體排放 最終去向的不確定性 公視新聞這位 容宇昌編譯